今天我们聊麦小兜开车续非洲 大家好 大叔眼睛作舟 今天我们聊一位重量级人物 知名的旅游领域作者 麦小兜开车续非洲 他们呢是比较早的 我记得是两三年 三年以前我就关注了他 九年后一对情侣 郎才女貌 开着奥迪A4 从云南出发 然后穿越了东南亚 去了很多东南亚的国家 拍了路上的一些风光和起居 给人眼前一亮 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自媒体呢 那个时候冬子啊 老崔啊 月龙啊 他们都没出来呢 他们已经开始了 后来又换乘扣七 到了西藏 又买了欧兰德 到现在买的V90的B型房车 我都一直的关注他们的视频 他们的视频呢 可以说是可以追的一部剧 无论是他到东南亚穿越旅行 还是到欧洲大陆穿越旅行 都是一部好的连续剧 我也问了很多朋友啊 他们一直在看他们 看他们今天到哪里了 看他们遇到了什么事 特别是他开着三菱欧兰德 穿越欧洲的时候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有一位朋友啊 是三菱赛斯店的销售顾问 他就经常说他们三菱的车好 就以卖小兜 他们开着欧兰德去欧洲大陆 很顺利 车没出现问题 来说事 说你看人家 开着欧兰德 从俄罗斯到了西班牙 一路上 车质量非常好 没坏过 说明他们三菱的车好 卖小兜和前辈啊 是非常可爱的两个90后 我们也一直关心他们的一路成长 知道他们的结婚 他们结婚的时候 第一次没领到结婚证 是各种原因 当时我们呢就很揪心 哎呀怎么没领到结婚证呢 他们自己还不着急 直到他第二次再去的时候 把结婚证领来了 我们心才放下来 可见啊 卖小兜和前辈 这两个90后啊 在人们心目当中 印象是非常好的 我也归纳了一下 他们的特点 第一 视频呢 有血有肉 他的视频呢 不单一 有生活 有风景 还有车 不像有的就是生活 不像有的就是风景 他什么都有 一时住行 也能反映 路上的风光 也能反映 人文景色 也能体现 车的好坏 也能出现 所以说他的视频呢 比较全面 有血有肉 二是 他们的生活啊 充满了朝气 他们知道 自己该怎样的生活 自己该怎样的工作 现在他们把 自己的旅游 爱好 和他的网店 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非常有头脑的 一对90后夫妇 第三是 独立思考 独立工作 不被厂家所利用 当时他买 这个房车的时候啊 就讲了自己 为什么要买房车 为什么不会 接受厂家的赞助 其实找他们赞助的人 或者跟他们合作的人 非常多 但是他们有主见 他们认为啊 你给厂家做了合作 你就要跟厂家呢 达成协议 要发多少视频 他们做不大 他们要按照自己的生活 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学习 来工作 来生活 那么就不能够被别人所左右 于是他们坚决自己买房车 买了一个卫行的 V90的B型房车 南方人嘛 一般喜欢低调 买个B型房车 他们认为非常合适 我也感觉到 他们这款车 非常合适 而且他们呢 很务实 不浮夸 从他们的生活举止 与他们的消费观念 包括买的车型来看 确实是难得可贵的 两个90后 第四 孝敬 这两个小夫妻啊 非常孝敬自己的家人 长辈 盖房子啊 买东西啊 家里面一片和谐 其乐融融 第五 两个人的个人魅力啊 很强大 不论是卖小刀的 这种有思想 还是前辈那种 可爱的表现 有时候也萌萌的 让人感觉到 很怜爱 这种小夫妻呢 在我们自明体当中啊 非常的和谐 男的有才 女的漂亮 可爱 是难得的金童玉女 祝愿 麦小兜和前辈两个人 生活的美满 一路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 ... 感谢观看